好 看到高雄市的情理骑机车 疑似发生了车祸 结果女友头部重伤昏迷 这男子竟然第一时间没有报警 把人报进了暗像的三温暖 甚至想落跑相信状况 联系的记者黄佩如 这直播告诉这名男子呢 在前天凌晨拖着重伤的小女友 一度呢是想要把人丢在这个三温暖 而且这个案情爆发之后呢 一小男子的阿嬷呢是出面 表示这次从案发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我们来听听阿嬷的说法 是阿嬷呢 表示说这个孙子呢 从案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对于其他的案情呢 是不愿意多谈 但是根据男子的父亲表示呢 随从警局把这个男子接回家 是接走之后呢 是把这个男子接回家的 这样阿嬷呢表示孙子是不在家 但是由于这个嫌犯呢 对于案发的经过说辞反复 加上这个机车的车身受损呢 还有这个女朋友的伤势呢 是搭不上去的 所以呢警方呢 还在离请案情当中 一般向情况镜头交还给彭丽博 好的 谢谢佩如来看 这男子姜女友吃车祸之后 狠心的丢弃在三温暖前 今天男子阿嬷非常的低调 但是他说呢 就是孙子很久没有回家了 所以他其实也不了解状况